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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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爹 这大早上起来叮叮当当的忙是啥呢这是 啥新鲜玩意这是 这是给妈做的马桶 老太太在城里那羊马桶坐得好好的 就能这儿吐玩意干啥真是 妈呀 他爹 你 你是不是想把 想把妈接这儿来啊 我下午就去 他爹 这咋就这么糊涂呢你 你看老太太啥都不知道 这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着 你说你说整这儿来咋整啊这是 伺候妈用不了你 看你这话说的 这老太太呀 在天虹那儿住得挺好的 咋就那么滚水珠网环礼报 这不没事找事吗这是 那天哪 天虹眼睛不好 她住院手术去了 你说不得我伺候妈吗 我去去去 天虹眼睛坏了 那不还有天虹呢吗 是 老太太在天虹家中不是挺好 真是 那妈不是咱的妈是吧 让天虹一个人伺候着 那天 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不想我 笑得很 你把老太太整这儿来 你一分钱没有 你怎么整呢 这该说都不说 妈 您先歇着 嗯 小舅 大脑 你妈怎么样 姐 哎呀 不咋样 啥事都没干 就在这儿睡了一觉 姐真没脸了 本来想好好伺候伺候妈 你看 不争气 跑这儿得躺着来了 妈咋样了 妈在我这儿挺好 还得让你照顾妈呀 你照我照顾不都一样 既然进来了 你好好养你别的 舅 小舅来了 一样 燕子 我给妈带来了 带来了 这药 这药可不能断啊 好歹也是个疗程啊 给 妈 哎 对了 这破药啊您还不能喝 咋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看啊 这上面虽然写的啊 是治白内障 可您这眼睛啊 是尿糖连累的 扔了吧 是扔了干啥呀 这是花钱买的 哎呀 啥连累不连累的 对眼睛好这心态啊 呦 大舅来了 哎 大舅 哎 大舅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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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哥 哎 哎 哥啊 你咋敢来了 是我给大舅打个电话 就你到那儿去 哎呀 没事给大舅打个电话 啥事没有 没事就好 哎 妈呢 天叔那儿了 哦 哥 待会儿跟我回家去看看妈吧 哎 好 天红啊 钱不多拿着 干啥哥 我不用你这儿不富裕 哎呀 我现在就去看妈 啊 天叔 天叔 你受累啊 让哥在你一个池子饭再走 啊 知道我知道 你带他回去啊 快去 等等 来 跟着君小舅家快去 干嘛呀 哎呀妈 我还带您去检查呢 哎呀 有燕子呢 去吧哥 你看着让你大舅小舅玩 别再强行了快去 没事 快去 这不听话这孩子 快快去 得定 来 来 来 哥来了 大冒啊 来 妈呢 在里屋呢 在里屋呢 睡觉了 誓睡觉 誓vl 妈这回回来 你们又受累了 妈这次回来都没怎么闹人 就是不认人的 谁也不认识 这两天也好点 哥 喝水 黑叔 跟你说件事 我呢 这次来啊 就是要把妈接到梨花浴去 天红身体不好 你又忙 我来伺候妈 哥 就让妈在我这儿住着吧 挺好 啥也别说了 就是轮流伺候也该轮到我了 我这次来啊 除了看天红 是特意来接妈的 哥 你如果实在想把妈接你儿子 我倒是不能拦着你 坐着 我妈这段时间啊 老这么搬来搬去怎么来回折腾 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你说这城里啊 她离医院近 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方便 要不过段时间吧 这个病啊 我打听了一下 医院好像没什么办法 在家里啊 我弄了几座偏方 让妈回家吃吃看 哥 就这么定了 哥 就算这次你一定想把妈接走了 那咱俩也是不应该跟我姐通个气了 你姐都病成这样子了 还怎么通气啊 再说了 你姐不听我的啊 大闹在这儿 让大闹说说看 大舅把老接回梨花狱也好 这梨花狱呢是农村 它空气好啊 对姥姥身体呢 也有好处 再说呢 也是姥姥老家嘛 这小舅的话呢 小舅的话也有道理 这城里的条件它毕竟好啊 请个医生都很方便 再说 近来呢 把姥姥搬来搬去的 这姥姥住着也不习惯吗 你就说句准话 你姥姥去哪儿合适 这个问题 楚大夫啊 来 快来 姥姥姐 家里来客人了 来 快请坐 我来给老太太送些药 楚大夫 你来得正好 我们刚好啊 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事啊 听听我的意见 她是谁啊 她是我姥姥主治医生 姥姥见她第一面啊 就把她当作天云了 一口一个天云呢 所以啊 她就认姥姥姥干妈了 她要是天云的话 那我们就喊她姐了 这我哥 天昊 大哥你好 你刚才说什么事要问我啊 我姥姥要跟我大舅啊 去梨花狱 好不好 让老太太现在挪地儿啊 来 我觉得不太合适 老太太这几天受了不少刺激 刚在你们家安顿下来 我觉得不适合挪地方 有什么严重啊 哥想伺候妈几天怎么这么难呢 天叔 哥 不是这意思 妈主要这几天啊 折腾太厉害了 这老太太身体啊 现在不比从前了 如果您打算以后 让妈上您那儿住 我觉得最好在妈妈清醒的时候 你就先过来 多陪她几天 让妈妈把注意力 都转移到你身上 你再用语言多劝劝她 等妈情绪稳定了 再在你的言语引导下 劝她跟你一起走 我觉得这是长发挪地儿的 最好的契机 我去看看老太太 我回家了 哥 吃了饭走 湘雨弄点菜也快 不吃了 哥 小舅 我送大舅 大舅 大舅 你不在小舅家吃饭啊 行 我请你喝两重 还是上在那家 降猪肘 咋闹啊 我是没脸在你小舅家吃饭 你说你大舅长这么浑呢 我那次来吧 不会青红皂白 就打了你小舅 这要进他家门 我这脸往哪放啊 大舅 小舅绝对不会往心里去的 您老还往心里去干吗呀 这亲兄弟打就打了 我倒不是为了这一个事 你说啊 我们这哥几个 就这么一个老妈 你说他天叔能伺候得了 我伺候不了吗 大舅 没说你照顾不得呀 他不就是现在老子身体不好 他不适合移动嘛 你呀 我看你呀 和你那小舅好得呀 穿一条裤衩都想肥 大舅 你是不是看见小舅有能耐 不是 您说 跟他一个鼻孔猪尖 说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大舅 您去哪儿啊 我回家 我在这儿待着有什么用啊 要不这样 我开车送您坐我的车 我不敢坐 妈 嗯 他又来了 谁来了 楚话呗 他又来干什么 怎么说话呢你 本来那么 把小鱼说 小鱼说什么 他说反正不什么好话 你呀别听你小一下说 他真爱胡说 妈 我就看不惯你了 你尽虚伪 我看你也不高兴他来 还装出高兴的样 你说什么呢你 走 学习去啊 快 好 嗯 嗯 嗯 对对 没问题家里有人 那你明天上午八点过来吧 喂 嘉诚介绍到保姆来电话了 嗯 向雨啊 我对这孩子可有点不太放心啊 他说他原来一直在一个 日本商人家里干 这咱家这个情况 妈这样他 他能干得了吗 哪有那么正合适的 要农村的 要和妈合得来 还得干净利索 上哪儿找去啊 现在啊 是你找保姆 也是保姆找你 能来就不错了 往哪儿藏呢 这往哪儿藏呢 这往哪儿藏呢 妈 这藏哪儿呢 这啊 这藏哪儿呢 这啊 这藏起来都藏在什么地方呢 来来给我给我 我藏我藏 就藏都藏好了 我这给我藏我藏啊 都藏我藏啊 都藏好了 藏好了 藏好了 哎呀我藏好了 哎呀那凉食口袋呢 咱家可就藏好了 妈 让胡子抢去可就没了 那粮食可快 奶奶 奶奶 粮食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这粮食可得藏 妈 奶奶 准沉呢 让笑笑藏吧 我来藏奶奶 可藏好了 让笑笑藏了 天叔啊 东西都藏起来 都藏起来 都藏起来了 都得藏好了 都藏好了 你好 请问这是谢先生家吗 对 请进来吧 你是那个家政服务公司 介绍来的那个小白是吗 这是我爱人 你好 我叫白玲 请多管道 那 那就是我母亲 找你来啊 主要是伺候我妈 至于家务事我们自己做 我们俩白天要上班 就陪他老人家说说话 他老人家说什么 答应着就行了 老人家这么干净 这么立着 好 我愿意了 好 小白 你跟我母亲住一个房间 好 妈 妈 这是小白 这是小白 啥 我认识她 她 就是咱们村啊 那最有钱的 刘万山娶的 最小的那个媳妇 金花 是金花 认错人了 这不是金花 小白 金花啊 你这上我儿子家 你老躲着我干啥呀 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不是金花 这不是金花 小白 昨天我看见你还不这样呢 你跟我说 你娘家跟我娘家一样穷 要不然你爹 咋就把你嫁给一个 比你大那么多的 大老头子啊 奶奶 你说什么呢 你什么 下轻轻 妈 妈 歇会儿 歇会儿啊 妈 您进屋歇会儿啊 我说两句就进屋 没事 没事的啊 来 坐 天叔啊 你跟湘雨啊 可别跟这样人走动 金花呀 我说 你过上好日子了 不要紧啊 你可别把你娘家忘了我 前些日子 你那俩小兄弟啊 十二三岁的孩子 冒着那么大的风 那么大的血来看你 可你啊 就把他们哄出去了 那孩子来不就是找你药口吃的吗 你这做姐姐的 就忍心哪 妈 妈 说啥呢 行不行 妈 我憋了好几天了 让我说完了再见 金花啊 金花啊 我是为了可怜你那俩小兄弟 让他们上我家里暖和暖和 你可好 第二天就跑着我们家去骂我 把我们家风匣子都踢散了 我婆婆骂了我三天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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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啊 我妈这个病啊时好时坏 你以后啊陪老太太睡觉 没事的时候多陪她说说话 习惯了就好了 天叔啊 你是不是把笑笑给人了 弄这个丫头来糊弄我呀 奶奶 我不是在这儿吗 奶奶 笑笑不是在这儿吗 你不是笑笑 你是妈的五老草 天叔啊 你赶紧把这个丫头给我撵出去 把我的笑笑给我找回来 听见了没有啊 听见了 听见了 我要我的笑笑 奶奶 妈 笑笑帮你把你送人了 我不是在这儿吗 找不着点 行 妈 妈 你安静一点啊 你安静一点 笑笑都不在这儿吗 奶奶 我在这儿 找我的笑笑 笑笑在 笑笑在 笑笑找不着点 阿姨 阿姨 小白 怎么 您出来一下 那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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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不能在你们家坐了 阿姨 跟你商量一下 我妈现在是老年人常见的痴呆症 有时候会犯些糊涂 你就听着就行了安慰一下 她不会伤害人的 阿姨 我是会陪老人说话 可是阿姨 陪一个疯子说话 我可不会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下雨 告诉小白回来吧 咱妈不闹了 小白走了 说不干了 多多少 壮年人又怯了 破争啊 她不得了解咱妈的情况 你还不了解吗 你可说好好解释解释 害怕 这有什么可怕的 你怎么知道我没解释 可人家听吗 不都看在眼里了 你呀 就会跟我急 我在这儿通知你一下 你的手术下礼拜一进行 大夫 我能不能不做手术啊 不手术 不手术您的眼睛会失明的 你知道吗 我这些日子都好多了 我看东西都看清楚了 你这可是什么 这是治眼睛的口服液 我喝了快一个疗程了 你不要命了 咋啦 怎么了 这种口服液含糖量特别大 你是糖尿病 这种东西根本就不能喝 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 你的眼睛不好 你儿子眼睛也看不见吗 大夫 怎么了 大夫说这里都含糖我不能喝 我说怎么甜兮兮的呢 大夫 我喝的不多 这不碍事吗 就是 喝的不多 你以为青光眼了摆哪张呢 喝喝口服液就能喝好吗 不能啊 我那老姐妹不会害我呀 所以说 有病了要及时地上医院 糖尿病会导致人的眼睛失明的 再况且你有白内障 赶紧手术 单子我已经开好了 下几把款交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一万二 一万二 对 治白内障不是四千就够吗 因为你这不单纯是白内障 还会引发糖尿病的并发症 交不交 交交交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交四千 待会儿我马上补齐 好吗 那你把钱凑齐了一块来交吧 还差多少啊 七千 那你怎么不问你小舅去歇啊 我姥姥看病买药的钱啊 都是小舅出的 现在这五千 有三千 又是小舅店上的 你说 我还好意思管小舅伸手吗 那你就好意思 跟我伸这个手 不想借早说呀 我在这磕什么头啊 你倒是磕个头啊 没钱骨头倒是挺硬的 我说大闹啊 你借钱能不能对人客气点啊 我跟你客 哎 哎呦 涮我啊 我这里有一万块 刚收回来的账目 你先拿去用吧 我给你打个借条 行了别什么调不调的 记住有钱了还我就行 那我代表我妈妈谢谢你 代表你妈 那你呢 你 那我更得谢谢你了 还有我们全家 小舅小舅妈大舅大舅妈 行了行了 钱到手就别客气了 你们谢家人啊 就这点挺讨论喜欢的 都挺孝顺 这点你还真是挺像你小舅的 只是 在女人这方面都欠点 但愿你别像你小舅和那个楚大夫那样 你别屋中生有了 我小舅和楚大夫怎么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什么呀 你钱刚到手就跟我翻脸 那你说我小舅 还怎么了 那 你说他们明来暗去 你说怎么了 我小舅 你 不 不就是借个钱吗 至于吗 走了 行 算你很敢在我的地盘上跟我闹 快 刚才我是你小姨的份儿 我不跟你计较 拿钱走人吧 赶紧交钱去 等我挣走钱啊 马上还你 一 舒服了 命主任 谢主任 命主任 您别叫我主任 还是叫我谢老师吧 不习惯是吧 是 我也不习惯 第一次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自己支配 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有点私事想跟您聊聊 是不是你妈妈的事 我 林主任 是我冒昧 你们娘俩这感情是不是有点生啊 是 她跟她爸爸感情更深 她跟你说什么呢 好 她倒没说什么 她好像不太愿意跟我聊起这个话题 不过她说 她说您挺好的 她没证我就不错了 我跟她爸爸感情不好 我们离婚以后 没两年她爸爸就走了 不错了 楚华一直认为 这都是由于 我的过失 那楚华不应该这样对你 这都是暴力 年轻时候 我为了追求个人发展 对家庭不管不顾的 把一个瘫犯在床上的婆婆 和正在上学的女儿 一股脑子都推给她父亲 并且跟我的导师 恐怕这些事情你在心里也听说 现在年纪大了 后悔完了 楚华和她父亲也一直不能原谅我 谢老师 我真羡慕你 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家家都有一本难免的经过 你最近见到楚华吗 常见 如果有可能 你给我递个话 怎么 您说 算了 算了 她一个多月不接我的电话 只要是看到我的电话号码 就掐了 李主任 这样吧 找个机会 我跟楚华好好聊聊 我觉得她也不是那种 不懂道理的人 我到图书馆去 我先走了 好 是不是我妈又怎么了 没事 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 我还以为你不敢见我 你妈让我来找你 什么事啊 你应该明白是什么事情 她希望你能回家 她当然这么希望了 可自从她跟我爸离了婚 我就没有家了 我也没她这个妈 楚华 你没有必要那么恨你妈 真的 不管她以前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她现在 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吗 令主任在我心目中 她总一直都是那种 很强的女人 可是她现在 天叔你是个大好人 可我不需要你这样 我妈怎么样了 还那样 我准备给她找个保姆 陪她说说话吧 其实你们完全没必要找保姆 可以送到我们这儿来吗 送你们这儿 算了吧 老人到我们这儿 对你们对他们 都是个解脱 可能吧 但是我一想到 要把我妈送到这种地方来 我这心里就不落人 你想 老妈待在家里 儿女就在身边 那老人心里多踏实了 说话 我的很多感受 你可能现在还体会不到 母子母女的感情 说人人都会说 但真正在生活当中 要处理起来 其实还挺复杂的 初华 恕我直言啊 你跟你妈妈之间 这种情感上的裂痕 就真的难以修复了 人不都说吗 哪有过不去的火炎山呢 你就别借题发挥了 我这人没心没肺 说什么都不会被感动 出话 好了 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没什么事你就回家吧 替我跟妈问个好 这段时间我大概不会去你们家 怎么了 你没注意到你爱人 和你女儿的眼神吗 我估计 他们不喜欢我这个送上门的天云 你多心了 我多心 那我问你 今天来我这儿 你敢告诉你老婆吗 不回答就是不敢 咱俩又没有怎么样 有什么不敢的 我看是你多心了 你多大了 十八 这么小啊 不小了 在那边都可以生娃了 这孩子倒挺实在 阿姨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你了吗 说了阿姨都跟俺说了 俺会好好照顾老奶奶的 就像对俺亲奶奶一样 俺可喜欢和老人家在一起了 你紧张 这有什么呀 这小手术 就是 真是想说的 姐 小舅妈 小舅妈 快来快来 快坐下坐下 姐 坐下坐下 怎么样姐 姐这心里不是滋味 没事 这就是个小手术 没啥问题 别紧张啊 就是 妈 你就当着眼睛里进了一定小沙子 只不过 还棱重了一点 啥叫小沙子 在你眼睛上来一刀你不怕 我这一辈子我也没上过手术台 这老了老了还要挨一刀 人家说这个糖尿病要是开刀啊 那刀口不爱好 这毒火都光到眼睛上了 开不开刀有啥用 姐 你别多心 糖尿病算不了什么大病 没事呢 先把白内障子手术做了 眼睛马上就能看得清楚 人家说这糖尿病是富贵病 你说我这穷人咋得这个病 姐啊 这其实算不了什么大毛病 但你就得好好地养 不能着急上火 我这脾气 能不着急上火啊 姐 这回自己有了毛病了 那就得加点小心了 天叔啊 妈咋样了 挺好 我跟湘雨我们俩给妈找了个保姆 天天在家陪着她 那好 这我就放心了 我心思啊等我病好了 把妈接过来 还是在我那儿住 姐 别想那么多 别着急上火 妈有天叔和我 你就放心吧 湘雨啊 姐肠子都毁清了 你说我让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我都后悔死了我 姐 咱不说这些 不不不 我一定得说 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觉 我知道你们今天来 我都想好了 我今天我正正经经地给你赔个礼 大脑小龙快点扶妈下来 干嘛呀妈 妈下地 妈下地给你小丁妈跪一下 姐 妈 妈 我得跪一下 姐姐姐 你可别这么折腾 就是 别你让我跪一下吧 湘雨啊 第一 我给你赔个礼 第二 万一姐姐这病要不好 咱妈往后的日子 可全指着你了 让我给你跪一下 你可别折腾了 姐 让我跪一下吧 你可别这么折腾了 人家医院都说了 手术之前呢 这病人得保持平静 知道吗 来啊 我打一下妈 你敬请我 妈丢啥人哪 妈不承认错 妈心里难受 行 行 认了认了 这就认了啊 对 行 其实我跟湘雨啊 你怪你 走 来啊 把你打一下啊 妈 来啊 来啊 喂 大舅啊 您别过来了 您别过来了 小舅小舅妈都在 这手术啊 一个多小时就完事了 没事您放心吧 奶奶 奶奶 这活啊让我来干 您歇着 来 叫啥呀 奶奶 嗯 我叫油彩花 你过来坐 你油彩花啊 奶奶 我来 我来 让我来吧 二十八啦 奶奶 俺才十八 奶奶 嗯 您别搁破手 我来我来 您呢 您坐着 二蛋子媳妇啊 少要孩子 累呀 奶奶 俺是油彩花 是专门来照顾您的 这还没到季节呢 呦 这油彩花都开了 哇 这一大片都金黄金黄的 可真好看 你看 奶奶 你看呐 奶奶 哪有什么油彩花啊 哎呀 妈 哥我来吧 哎大刀 怎么样 大夫说啊一切顺利 是吧 姐啊 怎么样 妈 妈 姐 您要醒着您叫一声吗 嗯 妈 不是说就当眼睛里取出个小沙子吗 得紧张啥呀 来我来吧 大刀 问问大夫 啥时候给妈拆沙布啊 行了来 妈 多好的机会啊 您就在这儿好好养几天吧 养啥呀 我跟你姥姥一样 没有遭不了的罪 只有想不了的福 瞧您说啥呢 我 我真的是出神秘的 我 你都别拆了 不要乱了 我说你已经吃了 我说你一定吃吧 这位你吃了 你就这一种不吃了 我看他就吃了 看你吃了 奶奶 不怕睡觉吗 孩子 奶奶 睡觉觉 奶奶 奶奶 我不是笑笑 奶奶 天叔 怎么了 老太婆有病 我害怕 我走了 那再去找一个吧 咱们可以说实话 你是我们家请的第三个保姆 第一个是被我们老太太吓走的 第二个也是被老太太吓走的 这个 我母亲这个病比较特殊 她倒不会主动去攻击你 但是她会经常犯糊涂 是老年痴呆 没事 我哄着她就是了 她这个病啊 经常会出现一些 幻听幻视的情况 比如她经常会把你当成 她孙女啊 她女儿啊 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人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不要介意 没事 我愿意 还有啊 对母亲一定要好 要耐心 要和气 要尊重 我妈这笔子特别不容易 你能理解吗 没事 谁没有父母啊 还有 我妈年纪大了 有皮肤搔痒的毛病 所以每天晚上啊 你一定要给她洗个澡 这样她才会睡得舒服 没事 您放心吧 对了 还有一点 我一定要提醒一下 老年痴呆的特征之一 就是放胃感的丧失 所以千万不要让母亲 自己一个人出去 没事 我看紧点就是了 还有啊 老太太一犯病啊 经常会张罗找粮食 这个粮段是我们专门 为她准备的 她一找粮食 你就把这男的给她看 她看着有粮吧 她就不闹了 明白 就是糊弄老太太呗 没事 那好 就是你了 我看这孩子挺干脆的 叫什么 我 我叫 我姓罗 叫罗兰 罗兰 那以后我们就要麻烦你了 我们事情也说过 我妈年纪大了 容易犯糊涂 神经不太好 所以我们会比一般的保姆 多给点钱 同时也希望 她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 没事 您放心吧 我懂得怎么孝敬老人 我一定带奶奶 比亲奶奶还亲 没事 好 那就拜托你了啊 怎么样 还满意吧 挺好的 非常好的 再见 向起啊 好 再见啊 常来啊 大闹啊 杨老板 生意兴无啊 那是 你不看是谁开的店呢 哎呀 哦 对了 你妈怎么样啊 此次登门呢 我是特意来向你道谢的 妈在手术做得非常不错 哦 小雪 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 谢谢 行了你 平时看起大闹就是粗人一个 没想到 你还挺能装斯文啊 哎呦 打击我是不是 哎 完了 丧自尊了 那我就不信了啊 哎 找我什么事啊 哎 小雪 不会是这么早 要我还钱吧 姨 受用 我说大侄子 咱别光说不练呢 姨 我这儿还真是有一事要求你 姨 有什么用得找我大闹的 您尽管吩咐 我说大侄子 哎 我在那个东街口啊 又开了个分店 门两个盘下来了 现在就急紧装修了 哦 怎么样 你行不行 行不行啊 这可是哥们本行啊 放心吧 交给我了啊 小雪 为了感谢你 哥们我 绝不赚你一分钱 去 你看 这转眼又成哥们了 嗯 其实我跟你说 这钱不钱啊 倒真是无所谓 我说大侄子 哎哎 大主大主 我服了你行了吧 说 怎么装修 怎么装也得跟我这个店差不多吧 关键是 哎 你得保证质量啊 啊 还有 你必须把设计方案给我拿出来 没问题 你别没问题 你行不行啊 嘿 门缝里瞧人是不是 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我小舅啊 他可是我聘请的设计总监呢 好 那行 一会儿啊咱们就一起去一趟 我把要求跟你说一下 好 罗兰 哎 我妈那午饭怎么做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 您就放心吧 我在上一家 一天要做五口人的饭呢 老的少的都有 奶奶一个人吃饭容易做 我做的饭奶奶肯定爱吃 那行 那我们上班去了啊 哎 来 走吧 好 一会儿陪老太子说说话 别让她一个人在这儿做时间长了 没事 您放心吧 就是陪奶奶聊天呗 这个我最拿手了 走 走了啊 哎 好 哎 哎 哎 湘雨啊 嗯 这孩子满口什么都答应 我反而不放心了 放心吧 我看罗兰这个小姑娘挺机灵的 没事 哎 喂 哎 哎 请问是渡口市冰江村吗 哎呀 太好了 我是羊儿 哎 慈啊 哎呀 你好你好 哎哎哎 麻烦你帮我喊一喊我妈妈 圆 圆不怕 你以为我圆呢 我在总会嘴背变你地方 哎呀 帮我喊一喊嘛 哎呀 谢谢 谢谢 哎 要得要得 我等到我等到 哎呀好 谢谢 哎 哎 你干嘛去啊 回家哄家桥去啊 哄 在心灵顶上那些高粱啊 通红通红的 我怕家桥给雕光了 哎哎 哎 老太太 您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哪 回屋待着去 哪儿都不能去 啊 哎 哎 你往哪儿走 回屋歇着 你干嘛去啊 我 我怕粮食让家桥给雕光了 哎呦 什么家桥没有家桥 快回屋待着去 啊 我这忙着呢 这 妈 哎 哎 哎 妈 哎呀什么 家琳来胡子 哎对呀 家琳来胡子 哎呀 他爹 他不是项链 他爹 家琳来胡子了快点 拿炸刀啊 他爹 他爹 他回屋 你拿炸刀啊 你爹 快拿炸刀啊 胡子给我 炸刀干什么 炸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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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